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观察自己 观察身边的人看看 当一个人的整个身体 就是他整个呈现出来的 不管是身体内在 呈现出来是比较柔软的情况 我讲的不是柔软度 不是像有一些人天生柔软度很好 可以凹来凹去的那种 不是那种柔软度 是他整个人 我记得我有一个冲浪师傅 他就是形容 你要在浪上很放松 你就是要看起来很冷暖 就是那种冷暖的感觉 很chill 所以他整个人的身体 其实是看起来比较柔软的 他不是很坚硬很僵硬 那当一个人比较僵硬的时候 他的身心的状态 通常是比较紧绷 比较紧绷的 那柔软的人通常 比较会有空间 不管是他的内心 还是在他的身体上 好 那我们需要这个空间 我们需要这个空间 才能够发生 比如说对自己 或是对外 对自己跟对别人都一样 你有这个空间之后 你比较能够发生 原谅 包容 接受 才会产生 这个空间里面 才会产生自由 那加上我们 对万事万物的感谢 你的爱才能够在自由跟空间 这个自由的空间 跟感谢的环境里面 慢慢成长 然后你才能给得出去 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内在比较柔软 能不能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多观察 多觉察到 多觉知到自己的身体 然后如果你感觉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 任何一个部分 包含你的喉咙 包含你的眉心 包含你的手指 脚指尖 如果哪一个身体哪一个部分 它突然 它又紧起来的时候 试着先把身体的 松开它 再慢慢往回看 我是不是现在 在某一个情绪上面 或者是某一个想法上面 又用力了 又紧张了 有时候我们太 像我之前另一家的时候 也有一个领悟 就是当我越想要 越用力 越想要把一个提示做好 或者是完成这个提示 或者是我越想要好好待在那个提示里面 安住跟停留的时候 我越做不到 就也还好 所以当你放松去 当你把身体放松 然后心就会跟你放松 然后放松之后再试试看 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我们下次再来重新开始就好 是我们放松 然后接受目前的状态 然后我们 但是我们保持信心 保持信念 然后继续努力 但是放掉那个 很想要紧抓的结果 然后试着享受努力的过程 就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样身体就自由了 然后提示就很容易安住了 那我有一些问题 请说 就是我每次只要 比如说我都分不清楚 说如果我觉得 有一个这样的意念 就是说我觉得很感谢 这个算不算一台车 是算不算我上车的这个感觉 还是我就是 我都会跟着去 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感谢的是一个很好的意念 因为它 它其实是 它有点像是一个静心的主题 然后你需要创造一个 你舒服的环境 像外在的环境也是一样 创造一个外在的舒服环境 所以你的内在舒服的环境 你可以先帮你创造出来 你可以先用这个开始 就是让你自己的内在 呃 存着感谢 你可以每一次都用这个开始 然后当你的内在 你的心境 处于在一个 你也是舒服的环境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去 有点像你欢迎所有的意念 但是不上车 就是 我会分不清楚 我大概到底是不是睡着 可是我都觉得 如果我睡着 我可能时间到了 我也不会回来 所以我应该是没有睡着 可是我有时候就是 整个过程中都没有 任何的 感觉 就像没有发生这15分钟之类的这样 我都不知道到底算不算 这算睡着吗 呵呵 呃 你记得我之前提说 呃 人在最放松最放松 最放松 脑波脑最慢 最放松的时候就是 你停在 假设下面是 那个下面的意识层面是睡着了 然后上面是清醒 你是停在这个地方 水面 对 你在水面上 然后没有睡着 可是又好像要睡着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你的整个心态 脑波 还有心 心绪是最放松的时候 倒不是你睡着以后 睡着以后其实人的 我觉得人如果少一点 精心理想的练习的时候 就会很难放松 很难找到放松的那个空间 那大家可以在礼拜六之前啊 呃 读练习一下你在一整天的生活里面啊 试试看去 觉察到你自己的身体 发现 哎 我也没有哪一个部分 又开始紧绷 然后放掉那个紧绷之后 回去看看你的内在 我是不是在担忧或紧张 或是焦虑什么 才会让这里紧绷 然后试着去了解自己 就可以了 啊也不用太可責啊 我怎么又紧绷了 就可以 所以也不用这样子 就是发现自己 然后多跟自己的身体熟一点 这也是我们另一家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停留在体式里面 你会更习惯就是 我停留在体式里面的时候 我的呼吸 跟我停留时间 我的肌肉怎么可以配合 然后我的肌肉怎样 可以让 跟我的呼吸配合 创造更多空间 让我可以再更近 更深的体式 所以那也是一种 对自己的接受跟臣服 你需要先对自己宽容 接受跟臣服之后 你才有空间 让爱慢慢长大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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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